哈喽 兄弟们 这在上一期我们更新完了N1的系统之后 然后我准备进行测速了 使用的是F大最新的73加5版本 然后咱们选择的节点是猫熊的专线 猫熊这家机场还挺好的 专线是25元200g的专线 速度确实是很顶 感谢他们家的友情赞助 让我来测速25元200g的专线 然后咱们现在选择的是他们家的节点 用的是所有端口 然后绕过中国大陆IP 对 然后咱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实时监控 刚才跑到了665兆 然后咱们再来试一下 CPU不知道准备准备好 瑟瑟发抖 来吧 OK 速度现在已经来了500兆 96CPU 96 Astop里面速度直接满载 直接满载 96.1 我看在群里有大佬能跑到 多少 750兆 可能是我这个我本地网络的问题 本地网络连接这个节点呢 也就这个速度了 但是实验证明 N1 啊 这个 这个经球不摔的软路由跑到了 700兆 700兆的速度啊 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N1这个老象还是很顶呀 兄弟们 怎么样 很不错吧 那 今天的视频呢 主要内容其实就到这就完事了 然后接下来呢 我还会去测试其他的软路由 对于一般的用户来说呢 对于500兆甚至千兆用户来说 使用一颗N1做软路由就足够足够的了 就已经足够了 嗯 X7呢 我测一下那个HKEbox吧 它家的缺点 N1的缺点呢 主要就是 就一个网口嘛 对吧 就一个网口比较比较积累 只能作为旁路由网口去使用 然后我这个N1呢 我连DHCP也没开啊 N1的实力确实是很辣意思啊 跑的是VMESS的节点 还不是Changing 还不是X3 就是普通的 啊 不得 还不是Xray 就是普通的X3的VMESS节点啊 很顶的 那这期实际呢 就到这儿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